很多人一提起金国就会想起后来明朝东北捣乱的后金 但实际上金国的女侦和后金的女侦完全没有关系 宋朝时期所要面对的女侦 无论是钱穆的国舍大纲 还是吕思勉的中国通舍 都一致认为这帮人的起点非常低 他们属于辽国之下的化外之民 一直都处于奴隶式的渔猎状态 当完颜阿古达起兵 汇集了女侦各个部落 生拉硬凑才凑起了2500人 但就是这么一点起步自尽 在短短十年内 灭掉了辽国干翻了北宋 此时的金国已经控制了东北地区 还有淮河以北 领土算是非常广大了 可直到这儿 金国的原始谷也不过才2万多的部落兵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他说明金国是一个四肢尚未掌权 头脑还没有发育好的小孩 可因为天生神力 一下子就作用了大量资产 这是完颜阿古达起兵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本身让一个发育不全的小孩 管理这么多的钱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用 可偏偏的金国这个小孩 所要面对的环境还非常恶劣 南方是久攻不下 而且有着血海深仇的宋国 北方是刚刚崛起 而且非常彪悍的蒙古 周围都是不好交流的邻居 这就意味着 一旦有事 他连外援都没有 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金国最该做的 其实就是及时处理好内政 巩固基本盘 对外的缓和关系 对内加强统治 可惜的是 女人人崛起的太快了 文化底蕴不足 处理政务上缺乏经验 导致金国的皇权很不稳定 除了末代皇帝以外 金国一共有九个皇帝 这里面有三个是非正常的挂掉 等于金国连统治都不稳定 而且金国士兵的战斗力 下降的也很快 在金世宗时期 皇帝有一天在宴请宋朝的使者 他本来想让身边的侍卫 展示一下骑射功夫 震慑一下宋朝使者 但没想到这个侍卫 连着射了好几把 总共中了不到五件 气得金世宗破口大骂 说花了这么多的钱 怎么养的全是废物 从这就能看出 金国在之后的战斗力 下降的是非常迅速 可惜的是 金国最后也没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最终彻底垮掉 被蒙古人几乎是杀个精光